就他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做饭 还给我洗衣服 什么都不用我弄 对 所以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疼爱 会让女人很有幸福感 虽然条件很苦 对吧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呢 就我们结婚之后一年多左右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宝 还是带着大宝一起出去打工 还是就开始分开了 没有 那时候我就已经回来了 然后他就是等我伤宝宝的时候 他就回来了六七天 那时候公司里面比较忙 那请假也不好请 所以你很难受是吧 他家里还有一个奶奶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上学 然后我还要照顾他大宝 然后还要照顾他家里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蛮辛苦的 是不容易 有人帮你带宝宝吗 然后他爸妈那时候 也就是出门打工了 公公婆婆也不在 对 然后也没在 你还得管他弟弟 对 他弟弟回来的时候 还要弄下他弟弟 然后我就觉得 都没有一个资心的人 跟我搭话 然后帮我的一下忙忙 就那样子 太累了 对 那个时候等于就长期的 两地分居是吗 分居了一年多 就一个人把宝宝那么小 一直带到一岁多 是 然后他又回来了 后来呢 然后就有了二宝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 我也不知道嘛 就是那个二宝 就是无意间来到这里嘛 但我想想 一定是自己的小孩嘛 然后我就说 给他生下来嘛 那时候他觉得 不要生二宝 他不想要二宝 对 他不想 你要带个小孩 压力多大呀 你也没带 你自己在外面 一年多全是老婆自己 一个人撑起了一片天 还压力大 他不想要是吧 对 他不想要 毕竟是自己的宝宝嘛 自己身上掉下的 一块肉嘛 我觉得如果不要的话 然后我觉得 这个做母亲 肯定也有点失败嘛 对不对 就要了 然后就生下来嘛 生下来之后呢 还是两地分居 对 生下来之后 我跟他商量嘛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又要带大宝 又带小宝 然后就跟他 打电话商量嘛 我说要不你回来吧 回没回啊 回来了 这就对了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说 你上我爸那帮忙嘛 我爸也是做生意的嘛 因为你也没找到 什么工作嘛 好的工作 对不对 我就说 你上我爸那帮忙 钱虽然少了点 但你能跟我在一块 然后我觉得 就蛮幸福的 对吧 然后谁知道 他在我爸那 干了两个月嘛 然后就跟 同村的一个同学嘛 然后跟他一块 搞了一个养鸡社 挺好 养鸡 他一个人就出去 在那里 忙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照顾不到家里 这是干啥啊 男人不要有自己的事业嘛 得到这个岁数 还是觉得男人事业很重要的 再大一大 你会觉得宝宝可能是最大的事业 反正就是他就忙机场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就忙着生宝宝 对 那天天回家吗 还是就住在机场啊 反正也回来 但是回来得比较晚 他就忙他自己的事情 每天白天的时候 我还要看着大宝 还要照顾到小孩 他的喂奶嘛什么的 那你那会儿大宝 也就两岁多是吧 对 两岁多 还要我自己弄 然后小孩哭了呢 我还要哄一下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你那事业做得怎么样啊 刚才我没有什么经验 干赔了 赔了 白折腾了 你老婆怪你了吗 没怪 那还不赶紧回家带拔 我们自己做陪了 就去上海了 就去上海打拼了 把小孩放在家里了 因为那时候 他心里上嘛 有点情绪低落 然后我就说 要不我们俩再出去 再拼一下 因为趁现在年轻嘛 还可以从头再来 对不对 然后就跟他商量 要不让你的父母回来 照看一下小孩 然后我们俩自己 去一下上海 再拼一下 那你舍得吗 就突然之间 大宝二宝都让他们带 那我肯定不舍得呀 一个做母亲的 对不对 虽然舍不得 但是觉得 也要为了宝宝 拼一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是 去年年初的时候 就去了上海了 对 然后就来到上海了 到了上海之后呢 到了上海 然后他给老板开车嘛 然后我在工厂里打工 然后就感觉 他有点小钱了 对我的态度 就完全地改变了 你知道吗 哦 挣钱了 对老婆的态度改变了 都哪些改变呀 他就是回到家 就是爱搭不理的 就属于那样的 啊 为啥对老婆爱搭不理啊 上一天班了 回家也比较累 司机嘛 而且开车有的时候 十几个小时 也挺累的 啊 就不想说话了 回家倒了床 就睡觉了 他说他累 但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玩着手机 然后也不跟我说话